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食材绿豆 绿豆也被称为绿扁豆或者绿腰豆 在英文中被称为梦定 它是一种小巧却强大的营养宝库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营养特点和功效吧 第一个营养特点 绿豆是一种低脂肪、高蛋白质的食物 这使得它成为许多促食者和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的理想选择 第二个特点是绿豆富含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 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 减少便秘问题 第三个特点是绿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 特别是维生素B9、液酸 维生素B群是维持身体能量代谢和神经系统健康所必需的 第四个特点是绿豆富含矿物质 如铁、铅、铭和钾 这些矿物质对于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非常重要 特别是血液循环、免疫系统和骨骼健康方面 第五个特点是绿豆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如维生素C和抗氧化酶 这些化合物能够帮助我们对抗自由基的损害 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伤害 第六个特点是绿豆具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它含有一种被称为膳食纤维的溶解性纤维 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水平 从而减少心脏病的风险 第七个特点是绿豆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 它的低糖、高膳食纤维的组合使得它成为糖尿病患者的理想选择 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 第八个特点是绿豆含有丰富的胆碱 胆碱是一种重要的营养素 对于大脑功能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和运作至关重要 非常抱歉 我在前面的回答中没有提到绿豆中胆碱的含量和健康作用 实际上绿豆是一种优秀的胆碱来源 胆碱是一种必须的营养素 对于大脑功能神经传递和细胞膜的健康至关重要 绿豆中的胆碱含量相当可观 每100克绿豆中含有约50毫克的胆碱 这对于维护大脑的正常功能 提高记忆力和增强学习能力非常重要 胆碱还有助于支持神经系统的发育和运作 特别是在胎儿和婴儿阶段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该确保摄入足够的胆碱 来促进胎儿和婴儿的健康发育 此外胆碱还参与脂肪代谢和肝脏健康 它能够帮助身体转化脂肪并预防脂肪在肝脏中的堆积 有助于维持肝脏功能正常 绿豆非常适合与许多其他食材一起搭配食用 可以创造出美味又营养的组合 让我为你列举十种绿豆的搭配极其功效 绿豆粥自补养颜 有助于清热解毒 绿豆沙清凉解渴 有助于消暑降温 绿豆炒饭增加蛋白质和纤维摄入 提供能量 绿豆沙拉提供丰富的营养 增加纤维摄入 绿豆面条富含蛋白质增加饱腹感 绿豆馅饼美味的点性 提供能量和蛋白质 绿豆汤与烟麦 提供膳食纤维和能量 有助于控制血糖 绿豆粉丝炒虾仁 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增加饱腹感 绿豆牛奶冰沙 清凉可口 提供蛋白质和能量 接下来我将列举十种 不适合与绿豆一起食用的食物 并解释为什么它们不宜搭配 记住搭配不当可能导致不适或影响营养吸收 以下是十个例子 牛奶 绿豆含有抗移蛋白酶的成分 可能干扰牛奶蛋白的消化和吸收 蛋黄 绿豆中的蛋白酶可能会影响蛋黄中的蛋白质的消化 红薯 红薯含有大量维生素C 会破坏绿豆中的维生素C 虾 绿豆和虾都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一起食用可能增加蛋白质消化的负担 糖果 绿豆本身已经含有一定的糖分 与高糖的糖果一起食用可能导致血糖飙升 香蕉 绿豆和香蕉一起食用可能导致胃胀气和消化不良 残豆 绿豆和残豆同属豆类 其中的某些成分可能相互干扰 影响消化和营养吸收 芝士 绿豆和芝士的搭配可能导致消化不良和胃部不适 醋 醋具有一定的酸性 可能破坏绿豆中的某些营养成分 柿子 绿豆和柿子一起食用可能导致胃肠不适和消化问题 如果不正确地搭配绿豆和上述食物 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 胃部不适或营养吸收受阻 所以在选择食物组合时要谨慎 最后总结一下 绿豆是一种低脂肪 高蛋白质 高纤维和丰富营养的食物 它含有维收素B群 矿物质 抗氧化物质和胆碱等营养成分 绿豆具有许多益处 如促进消化 降低胆固醇 控制血糖 提供能量等 它适合与多种食材搭配 比如绿豆粥可以滋补养盐 绿豆沙有清凉解渴的功效 绿豆面条能增加蛋白质摄入 而绿豆汤与硬脉则有助于控制血糖 然而 绿豆不宜与牛奶 蛋黄 红薯 虾 糖果 香蕉 残豆 芝士 醋和柿子一起食用 因为它们可能导致消化不良 胃胀气 血糖波动或营养吸收受阻 在食用绿豆或将其与其他食材搭配时 务必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个人喜好做出选择 如果你有特定的饮食要求或健康问题 最好在食用绿豆或制定搭配食谱之前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对绿豆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更多有趣的食材和美食故事等着你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保持热情和好奇心 继续探索美食的奇妙世界 拜拜